大家好,這隻手錶上次都必過一次 反應非常踴躍 但跟上次的手錶有少少不同 不要被騙了 因為上次的手錶功價比較貴 是六字頭的 但這隻是五字頭 有什麼分別呢? 基本上是一樣的 都是滴滴白色會霧面 加上有石心 並且雙有少少藍寶石 加個石圈 但上次的手錶有石帶 其他東西真的一樣 這隻手錶沒有雙石 所以便宜一點 我這個手錶有三隻 36尺寶 SKYWIN ETA 2834 透底設計 有證書 但沒有原裝盒 但廢話少說 我這隻手錶有三隻 一次過弄完 規矩照舊 玩法是這樣的 頭一、二、三名都買到錶 但當然我會用一個最便宜的價錢去買錶 即是說 會用第三名的價錢去買錶 這個就是即時拍賣 即是說 什麼時候是由我定 就不會是10點 什麼時候由我定 即是說 你們即時拍賣 其實都是10元 10元 即是說 你拍賣到2,500元 即是說 你減兩個價位 其實三位客人 都會買到錶 多謝支持 請踴躍出錶 比喻 比喻 多謝 為了 比較換 幾分 有 四 一 二 中